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吳采尼 世界經濟論壇的夏季達沃斯論壇 今天在中國的大連登場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在開幕致辭的時候 警告西方國家 如果堅持跟中國脫鉤鍛煉 搞小院高牆 會把整個世界 拖入毀滅性循環 李強把話說得很重 他連續兩天展現了戰狼的姿態 他在昨天還拒絕接見遠道而來的 德國經濟部長哈伯克 表達對歐盟關稅懲罰中國電動車的不滿 但是在美光燈的背後 根據彭博獨家揭露的內幕 中國的商務部長汪文濤 正在努力的斡旋 上個週末已經向哈伯克 提出了交換的條件 希望能夠讓德國發揮影響力 扭轉歐盟反補貼調查的最終結果 那中國的構想簡單說 就是用保時捷來換比亞迪 只要德國能夠幫中國成功說服 歐盟取消加徵關稅 中國不但不會針對德國 大排氣量的豪華車 加徵報復性的關稅 甚至還可以從目前的百分之十五 再往下調 而目前歐盟對中國進口的電動車 一律是克徵了百分之十的關稅 而根據不久之前公布的新計畫 歐盟打算從七月四號開始 要加徵臨時的關稅 讓總稅率會最高來到接近五成 這項計畫不只會衝擊到比亞迪等 中國的品牌 也會波及特斯拉這一類 在中國設廠的外國業者 那為了反擊歐盟加徵關稅 中國已經打算對來自歐洲的大排氣 輛汽車來開刀 目前這些車進口到中國的關稅 是剛剛提到的百分之十五 那北京當局的計畫 是要調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真的這麼做 保時捷還有B&W等 德國的豪華車品牌 勢必都會受到了影響 從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來看 今年一月到四月 中國出口的電動車當中 有將近四成是賣到歐盟的 歐盟就是中國電動車的 最大海外市場 從這一項數據就可以想像 中國為什麼想要跟德國交換條件 其他市場方面 中國的電動車出口到亞洲的占比 接近三成 其中以外銷到泰國最多 第二名是南韓 而至於非歐盟的歐洲地區 還有美洲占比都在一成多的水準 其中美洲的部分 巴西是最大的市場 消亡美國的占比百分之一都不到 最後就是大洋洲了 還有非洲 可以看到大洋洲的占比 大約是百分之七點二 其中大部分都是賣到澳洲 那在非洲是百分之一以下 隨著世界各國政府都計劃 對中國的電動車 祭出了新關稅 最新的消息 是加拿大在昨天宣布 打算要跟進歐盟的腳步 要加徵關稅 而中國電動車類股的股價波動 避險成本最近是明顯的上升了 像是理想汽車在香港交易的選擇權價格 相對於港股恆生指數 一度創下了十六個月來的新高 比亞迪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他的選擇權價格 相對於港股恆生指數 這個月初也登上了近一年的高點 理想汽車的股價 今年以來已經大跌了五成 比亞迪他的表現比較好 大約有百分之十一的漲幅 那我們回到過去一九八零年代 美國總統雷根 他有一句名言 他說英文裡面最可怕的一句話 就是我來自政府 我是來幫忙的 雷根相信自由市場的機制 他主張政府的干預越少越好 他的小政府理念 就開啟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 但是近幾年 美中貿易戰 疫情還有烏惡戰爭 讓去全球化浪潮 越演越烈 動搖了全球高度分工的供應鏈體系 用產業政策干預經濟活動 開始在全世界都大行其道 尤其是在半導體等 尖端的科技領域 到底這是怎麼實行的呢 這是政府會透過特定產業 特定領域去干預經濟的運作 去運用政府的力量 去修正市場機制的缺失 達到調節市場 促進本國產業發展 或者提升生產力 以及推動產業轉型等目的 那常見的具體措施 包括了政府補貼 租稅獎勵 或者是關稅保護等等 用產業政策干預經濟 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是隨著中國跟民主陣營的 經濟衝突還有對抗 越來越嚴重了 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 開始積極的仿效 中國的產業政策 讓全球面臨保護主義跟 干預主義高漲 開始扭曲了過去數十年來的 國際自由貿易秩序 而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統計呢 過去世界各國採取產業政策 干預是比較有限度的 像是在二零一零年只有三十四次 二零一七年一年最多也不過兩百多次 但是二零一八年美國前總統川普開啟了美中貿易戰之後 全球實施產業政策的頻率急速的增加了 到了二零二一年還有二零二二年都已經逼近了一千六百次 另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統計呢 去年全球更進一步推出超過兩千五百項的產業政策 而且其中將近了五成都來自美國歐盟還有中國 那全球實施的產業政策數量飆升 最先感受到市場風向變化 而且受到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企業了 在二零一零年之前呢 全球大型企業在新聞稿當中 提到國家產業政策的次數是相對穩定的 但是接下來卻開始出現了很嚴重的波動 尤其是二零一八年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後 提到產業政策的企業新聞稿數量 忽然就變成了之前的三四倍以上了 而且現在許多的產業政策 已經開始跨越國界或者是國家聯盟 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力 對國際貿易跟企業營運造成的干擾 也就更難以估計了 而剛剛提到去年全球實施了 兩千五百多項產業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對其中會造成貿易扭曲的產業政策 涉及哪一個領域做了一個統計 跟軍民兩用技術相關的就佔了百分之二十六 第二名是低碳技術佔了百分之十五 除了再生能源 那中國的新三樣就是電動車 離電池還有太陽能電池 也都是這個領域的 另外涉及了其他尖端科技 還有鋼鐵跟鋁製產品的產業政策 也佔了至少一成 另外像是醫療產品 在新冠疫情之後 開始受到了許多國家的重視 那涉及了重要礦物 以及半導體的產業政策 雖然在去年的所有產業政策當中 都只佔百分之三 但是這兩個領域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而中國對稀土的出口管制 以及美國限制半導體技術 輸出中國的措施 都影響到了全球的經濟跟產業發展 財政空間比較寬裕的國家 像是美國 歐盟 過去在產業政策上面 通常是以補貼作為主力 沒有那麼富裕的開發中國家 通常就會用關稅 還有貿易壁壘為主 但是現在許多國家都是渡管旗下的 實施補貼的同時 也抬高了關稅壁壘 而針對為什麼越來越多國家 更頻繁的實施產業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針對去年 兩千五百多項產業政策所做的統計 就顯示了 提升國家的戰略競爭力 是最大的動機 佔了百分之三十七 那第二名是以減緩氣候變遷 為目的的產業政策 佔了百分之二十八 另外以強化供應鏈韌性 作為考量的產業政策 佔了百分之十五 因為顧慮地緣政治風險 以及國家安全疑慮 而採取的產業政策 加起來只佔了兩成左右 我們乍看之下 可能會覺得外界在討論 產業政策的時候 放大了國家安全這個動機 但在其中的分量 但是國家安全跟戰略競爭力 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就像美中兩國在半導體領域 爭鋒相對 不但是為了國家安全 也是為了重要的競爭力 而保護小型科技業的歐盟數位市場法 這一把上方保健要首度出竅了 歐盟反托拉斯機構初步認定 蘋果的應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 阻止開發商自由的引導消費者 使用其他的管道付費 或者是取得優惠 違反了數位市場法 歐盟執委會已經把初步調查的結果 發送給蘋果 如果確定罪名成立的話 將會開出全球營收百分之十的天價罰單 以蘋果去年總營收三千八百多億美元 來估算 那蘋果恐怕就會面臨 台幣一點二兆的罰金 如果不配合改善 罰金還可能會加倍 電源排排站熱烈 歡迎踏入店內的首位客人 馬來西亞第一家蘋果旗艦店 週末在首都吉隆坡正式開張 蘋果想藉此刺激消費成長 但錢都還沒賺到 恐怕就要先賠一大筆 歐盟執委會24號初步認定 蘋果違反最新寄出的數位市場法 原因是蘋果只允許透過連結外聯 進行用戶引導 也就表示APP開發商 只能在應用程式中加入一個連結 把用戶重新導向到訂立合約的網頁 開發商想讓用戶使用自家甜甜價 根本不可能 一旦蘋果被認定違反數位市場法 蘋果可能面臨公司全球營業額10%的巨額罰單 等於蘋果去年賺到的3830億美元 有383億美元或新台幣1.2兆元 都要白白拱手讓人 事實上蘋果今年3月因違反競爭法 才剛被歐盟處罰新台幣616億元 如今為了避免再破產消災 蘋果還是需要乖乖配合 近新聞 王家正 朱佳麟報導 AI股王揮答 今年以來讓投資人為之瘋狂的漲勢 急轉直下 短短三個交易日 股價嚇殺了13% 它的市值蒸發了4300億美元 將近台幣14兆元 連累了美股一片黑鴨鴨 那代號NVDL的揮答兩倍槓桿ETF 才剛剛創下了單週資金流入 七點四億美元的新高紀錄 結果過去一週來大跌了25% 讓許多最近才追高進場的散戶 心驚膽跳 揮答上週二才登上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寶座 但是位子還沒有坐熱 就因為股價急速的回檔修正 它的市值又跌回了老三 輸給了微軟跟蘋果 揮答的執行長黃仁勳 在六月中旬才大賣揮答股票 套現將近九千五百萬美元 正好是賣在高點 但是很多的投資人 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其實揮答今年以來 累計上漲將近百分之一百五 而且分析師就認為了 即使揮答的短線下冊一百一十五 或者是一百美元 股價還是依舊非常的強勢 那今年以來 AI的題材已經漲多了 的確需要停下來喘口氣 而展望後世 揮答在AI產業當中 目前是難以被取代的 它的成長潛力可能會遠遠的超過預期 而美國對中國施加重重的晶片管制 讓中國的科技業拼AI 卻面臨沒有晶片可以用的窘境 但是中國仍然設法在夾縫當中求生存 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就傳出跟博通合作 要開發一款先進的AI處理器 聲稱符合美國的技術管制規範 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呢 這款晶片竟然找上了台積電來代工 希望能夠採用5奈米的製程 雖然能夠貢獻營收 但是也是相當的敏感 而字節跳動除了自己開發晶片 也在美國出口管制升級之前 其實他們囤積了不少台積電代工的 揮答晶片 那為了應付全球的強勁需求呢 台積電積極的擴產 高雄第三座二奈米廠的土地變更案 在昨天獲得了高雄市的通過 隨著進駐的日期接近 也傳出台積電在當地高薪挖角 傳產的人才 用雙倍的薪水去搶技術人員 而且還有可能派到台積電的美國廠 而面對了搶人大戰呢 在高雄岡山有一間羅斯羅茂的大廠 就跟都發局來合作 希望未來新建住宅區 有部分要作為員工的住宅 十五年後就會免費送給員工 也引發了討論 台積電進駐高雄 涉攤進行真材 相關科技人才都想轉職 月月遇事 如今也傳出以雙倍高薪 挖角傳產技術人員 讓企業又想辦法留住人才 會在高雄岡山 這間羅斯羅茂大廠 在地經營近四十年 不過近日傳出 有多位具有技術專才的模具師 月薪約七萬元 但被台積電以雙倍薪水 月薪十四萬挖角 要前往台積電美國廠 因應台積電高雄來襲 為了留住人才 初步規劃 也希望可以新建員工住宅 平常只需要支付水電等費用 等到十五年之後就免費送給員工 預計將新建住宅的就是這塊 位在捷運紅線 岡山農工站對面 一千五百坪的遺種工業區用地 目前都還是堆放材料中 若未來規劃可行 希望將變更為住宅區 部分作為設宅 部分作為員工住宅 十五年之後就送給員工 螺絲大廠回應老闆仍在國外 而都發局表示 目前都還在討論審議中 另外國內最大造船廠台船 同樣祭出員工福利住宅 積極留財 預計二零五年完購 受到矚目 台積電效應來勢洶洶 除了各地方發展房市熱 企業真財留財也將是考驗 新新聞楊樹陳珊珊 彩坊報導 運輸業開拓財源 台鐵高鐵還有北捷 除了提供載客服務之外 他們也不約而同 瞄準了聯名的商機 台北捷運連續推出了 好幾款的特殊優用卡 吸引民眾排隊來搶購 在台鐵也有許多的模型 還有logo商品 讓鐵道米來收藏 現在高鐵也加入戰局了 找來了人氣卡通明星 卡納赫拉 推出了聯名的周邊商品 高鐵列車急速行駛 在穿越隧道 但仔細看 這不是真的高鐵 而是迷你版模型 高鐵要衝夜外營收 現在開賣周邊商品 像我手上拿的這一台 就是剛剛看到的 卡納赫拉聯名模型 不只如此他們就連保溫杯 甚至咖啡包還有蛋糕 也通通都買得到 找來人氣卡通聯名 從吃的用的通通用 像這款模型組一套12輛 鎖定線上網購限量開賣 高鐵看準擁有260萬會員 用點數能換折扣 先從線上購試水溫 旅客在列車上就能掃QR Code 下單 比照搭機買免稅品模式 吃的我就會買 吃的 就是如果便當再加上 它販售一些什麼小零食 我就會想要買 還好 都還好 原因是 沒有興趣 除了各式各樣商品之外 那當然也有高鐵的聯名商品 那聯名商品的部分 其實已經從聯名到現在 已經為台灣高鐵 帶來超過數千萬元的收入了 那我們也希望 可以為零售的新試驗 帶來雙位數的成長 高鐵憑雙位數成長 要跟對手台鐵北捷 一較高下 台鐵早就開賣各種周邊 模型車 logo抱枕 軌道玩具 吸引鐵道迷收藏 光是去年 實體電營收 衝破四千八百萬 今年挑戰五千一百二十萬 目標成長百分之五 台北捷運也鎖定商機 特殊造型或聯名悠遊卡 一亮相 走吸引民眾 大牌長龍搶購 更在電商平台開商城 實體電加網購 年營收也能破千萬 三鐵不只拼載客量 現在也把戰線延伸 開啟周邊商品大戰 近新聞 許少年 邱祥俊俊 採訪報導 政府打炒房 房價卻是越打越漲 尤其是新清安貸款 去年上路之後 被外界認為 淪為炒房的幫兇 衍生了各種的亂象 內政部長 劉士芳今天表示 行政院將會聯合 內政部 金管會 央行還有財政部 去修正新清安的漏洞 三房兩廳 總頻數超過三十五頻 還有後院能讓小朋友玩耍 車間會在臺北大安區的中古屋 才釋出四天 就有不少賣家詢問 有媽媽想要幫小孩買房子的 或者是說有小家庭 明明可能還正在租屋 然後想要變成有殼一族 自從去年新清安貸款上路 自助買盤大量出籠 還衍生各種亂象 已經有公股銀行發現 有投資客搞團購 尋找五到十名符合新清安 借款資格的人頭戶 鎖定總加一千兩百萬 左右房子跟建商談價一次掃貨 有些建商會給5%到10%的折扣 也就是說每戶少了60到120萬 要怎麼防堵這種人頭戶 介入新清安 房市專欄作家之言 光是要抓投資人頭戶就很難了 更別說現在還有家長以小孩名義 買房轉出租 現在的自備款 大部分都還是必須得靠父母 那現在的貸款可能就是靠政府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情況 其實在現在來講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 對 那要去定義成說 小孩會是人頭 這件事情本身 其實他也相當來講是蠻困難的 為了抑制新清安亂象 財政部未來將針對案件收入 自備款來源等六大指標 判斷借款戶是不是人頭戶 政院也召開檢討會全面檢討 但就算沒有新清安 專家認為有些銀行又會貸款也不差 想藉此抑制房市熱況 效果恐怕有限 繼續有關在環球界的採訪報導 維基解密的創辦人亞桑傑 遭控洩漏美國國安機密 在英國監禁了五年多之後 他終於同意認罪換取自由 獲得英國高等法院的保釋 終於可以返回故鄉澳洲 維基解密在二零一零年揭露成千上萬 美國外交與國防機密文件 亞桑傑因而受到間諜法刑事指控 而後曾藏身厄瓜多住英大使館七年 在二零一九年因違反保釋條件 被拖出大使館而入肩 近五年來都在極力抵抗 被引渡到美國受審 亞桑傑的案件存在許多爭議 許多人認為是對新聞及言論自由的威脅 但美國則是主張資料的洩漏 讓相關人士的生命陷入危險 也有人主張亞桑傑是澳洲公民 這是治外法權的問題 而在亞桑傑承認犯下 密謀取得並揭露機密 美國國防文件後 預料將被判處62個月的監禁 不過由於他已入監多時 很可能算入服刑時數 不會面臨新的牢獄之災 金新聞 朱嘉玲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第一場辯論 馬上就要登場了 那剛剛好也遇到了保障 墮胎權法案被推翻兩週年 那墮胎權將會是雙方 激烈交鋒的議題之一 拜登和川普 美國兩位準總統候選人 即將史無前例 在還未被各自政黨正式提名前 就進行第一場辯論 主要焦點也是仇喚值分歧點之一 就是墮胎權 在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斯韋德案 憲法保障墮胎成的歷史性判決 戒滿兩年之際 川普再報煽動性言論 即便相關保障 是允許懷孕六到七個月 胎兒獲得子宮外存活力前 進行墮胎 拜登則是釋出影片 請在面臨流產危機生命 卻被醫院拒絕收治的受害女性 現身說法 也發文再度重申 國情資文所立下的承諾 副總統賀錦麗 也早已在幾個月前 就展開巡迴 要以墮胎權為切入點 贏得女性和年輕選民的 關鍵支持 不過要贏得選民支持 拜登恐怕還需要在其他議題 多出點力 都背負著不能輸壓力的敗川 支持率持續拉鋸 敵場辯論是否會成為選情轉折點 各方秉習以待 明天晚上九點半 請持續鎖定 86台進轉全球 節目最後帶您到英國 看超大的花朵 進轉全球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